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21日 今天 已經是星期日了 我會做一節721的特輯 721五週年過去 香港 可以說是游勝轉須的轉移點 我們讀歷史知道了 唐元宗天保14年發生了安市之聯 天保可以說是唐朝游勝轉衰 轉向崩潰的轉捩點 當然香港也是一樣 就是由721這一天開始正式成為一個 沒有了自由 沒有法治 政府亂來的一個地方 大家有興趣的 記得看我的特輯 這節要跟大家說三中全會 因為在大陸 三中全會是萬眾期待的事情 為甚麼 房地產商 大陸做生意的人 他們 仍然是相信共產黨也是打算救市的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跟他們的認知水平不同 他們 長年累月接受內地的洗腦的氛圍 整個氣氛 他們感覺到 其實現在只是經濟出現一個低谷 我們很快會走出去 而他們不明白究竟造成經濟低谷的原因 當然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是習近平的問題 所以 傳出習近平有時中風 他們就奔酒相告 開香奔慶祝 因為 這是萬眾的那種投射 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人 他們 未必會想一件事 不過他們最重要關心自己撤身利益 有沒有工作 賣不賣樓 有錢 現在怎麼辦 或者沒有錢的怎麼辦 所以 尤其是還有錢的人 現在上面未輸光 未清袋的人 他們 是很關注三中全會的 因為他們覺得 整個經濟 政治 各方面 他們有沒有機會 重新來改革開放呢 重新 令到國家走上正軌呢 現在上面還有一個幻想 沒有辦法 去面對這個問題 這次三中全會 華爾街也是十分注視 因為即使大家都明白中共現在崩潰了 但是華爾街還有一群人 是拿著很多中國的資產 是不願意接受現實 即是不肯輸 不計算 他們仍然覺得 三中全會有希望的 如果照中央 出台一些 幾年級力的 這個 政策 多一些舊市措施 有希望救回這個 陷入 通縮 內需不足 以及 經濟一個惡性循環 他們就希望 可不可以救一救的事 實際上 其實他們真的是不明白 或者 還是躺在臨道 中國這次不是經濟低谷 不是經濟循環 不是有高有低的問題 而是 陷入了一個政治的死局 好了 就在這幾天 這幾天的閉門會議期間 大陸的社交媒體 傳了很多關於習近平中風 跌倒 二叔 情況就好像四人幫倒台之前 社會輿論再現一樣 現在 近代史上 那麼大的社會的情緒不滿 而且是很大範圍的 根本就意味著中共 其實他的執政的合法性 越來越磅弱 越來越不得民心 大家都知道 中共是槍桿指出政權 在中國 你幾乎是沒有想過可以推翻共產黨的 但是 形成那麼多人不滿 其實 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計時炸彈 什麼時候爆發 沒有人知道 好了 而這次 很多人 尤其是對三宗傳媒 還有少許的一纖既望的利益者 還有一些 做生意的人 還有一些未輸的人 他們 覺得 不是說沒得救的 只要中央 那些政策到位 他們說法就是 政策要到位 舊事要廣泛一點 我們就有得救了 他仍然有一種幻想 這幻想 使得三宗傳媒 基本上大家都不會對他有幻想的東西 還有少許希望 不過 對於國際社會 其實 三宗傳媒 根本 開與不開 大家都已經是心中有數了 對於美國政府 包括共和民主兩黨 擁抱熊媽派幾乎已經死得七七八八 根本沒有人會相信 他們 是會有所改革 或者有所變革 只會越來 跟 大家擦槍走火 戰爭邊緣 就在中共好像有點想認衰的之際 他們 在民間 在福建沿岸 都仍在部署打仗 很多標語就是大家放棄幻想 準備打仗 這一次 他們黨裏面 也是一個氣氛 就是根本 都處於躺平狀態 你一有事的話 就是犯了習近平的禁忌 為甚麼習近平是要搞火箭軍 李玉超最近還捉了孫甘明 這個是 總參謀長 是火箭軍的參謀長 他也抓了 意味著甚麼呢 就是整個火箭軍 其實主要就是圍繞統一台灣 而所作的一個準備 結果 你們告訴我 你們可以 拿那麼多資源 拿那麼多軍費 買那麼多武器 全部都是假的 你們這些混蛋 全部都是在騙習近平 實際上 所有東西都是留的 好了 習近平大力地打火箭軍 其實目的是甚麼呢 目的真的是為了備戰 目的真的是要打台灣 而這三中全會 也是使得外面的人 徹底失望 為甚麼說我們有失望呢 因為我們沒有期望 但是還有一班人還有期望 他們 應該會加快的 把資金撤離中國 原因就是 當時 他們還有一些期望 還覺得還在絕望景點 還在絕望景點 當這班人都絕望的時候 樓市會加速下跌 那天港股 星期四閉幕 星期五港股就應聲下跌 為什麼 因為沒有好消息 所有東西都是在衰的 一直都是在鄉下沉 根本他們覺得 沒有玩完 現在這樣的時勢 根本 完全沒有希望 連唯一 三中全會會推出甚麼措施都沒有 所以 他們出現了一種絕望 絕望就投射到習近平的健康 希望習近平快點死吧 你不死 我們就死吧 好了 結果呢 現在習近平不死 還要出來 當然 這兩天大家都很熱烈地討論 我們會開一節說 習近平究竟有沒有中風 習近平有沒有中風 當然是很關係這個國家大局 但是 即使 他出了事也好 現在的中國 已經是到了一個好壞好壞的情況 只有更壞 是不會有 一個好轉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整個權力的結構 我們說說整個北京 真的習近平出事 其實 對於現在 中國的局勢只會更壞 因為他的繼任人 基本上也走不出蔡奇 我們前天跟袁爸爸做這節目 我也分析了 他做了北京市衛書記多年 然後還做了中央辦公廳主任 整個北京 他等於是甚麼 他等於 京兆韻 加九門提督 京兆韻 是宋朝的官名 即是開封市長 即是首都的市長 所以叫京兆韻 九門提督就是當時北京是清朝掌管 京師的保安 御林軍等等 以及北京衛庶部隊 雖然 北京衛庶部隊不屬於蔡奇的管轄範圍 因為那個是屬於中央軍委直接管轄的 北京衛庶部隊很特別的 他也不遞屬於 北部戰區 也不遞屬任何戰區 直接 由中央指揮 如果習近平出事 中央軍委主席簽不到名 或者 大家都知道他出事 只是副主席也未必調動到軍隊 而唯一在北京調動到軍隊的 就是 蔡奇 因為清朝的時候 九門提都沒有分的 整個京師都主管了 而現在的北京 分開了兩派 保安 一個就是北京衛庶部隊 一個就是 中央警衛團 駐守在 中南海裏面 而中央警衛團是隸屬中央警衛局 中央警衛局直接 提名於 中央辦公廳主任 所以你要看到 其實以往 北京市衛書記很少進入常委 原因就是他的權力太大了 你不可以讓他的權力進一步膨張 而習近平其實犯了一個錯 當年老毛 搞不定彭真 他就是北京市衛書記 彭真封鎖到他連在北京人民日報也出不了文章 你想想那種 勢力多麼大 好了 如果現在習近平出起事上來 很大機會就是蔡奇 統領了全局 因為 軍權在他手上 即是可以調動到軍隊的人數在他手上 這樣你說可不可怕 一個 沒有底視的人渣 如果給他 掌握大權的話 我想會比習近平現在更加差 不過就未必會打台灣 而是將整個國家 進入更加封鎖 更加像北韓模式 這個人肯定是想北韓的 不會想你 改革開放 做生意 賺錢 這些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 會比現在更加差 但是共產黨又不會滅亡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因為他不會打台灣 他沒有習近平那個夢 他不需要發這個夢 因為他在政變 保住他的江山 最重要是不要有甚麼出錯 所以 這樣對於中國人民 會是更加差的 當然 經濟是一定沒有希望的 因為 你指望中央會有甚麼政策出來救股市 救樓市 是不會的 沒得救的 原因就是 自己 自斷經脈 是沒得救的 好了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然後再加點 我們平均撐了 我在一起